一周安的封面,加上化妝的封面,其實都是講陳冠希作證。 這件事呢,愛明多讀個text,然後我跟大家講,好嗎? 好,最主要都是講溫哥華直擊,殘養現身陳冠希逼爆盛史, 軍動全城的藝人淫照事件,發生至今已一年多,在今週二的凌晨2點,即溫哥華時間是2月23日上午10時, 九尾露面的Edison終於現身在卑斯省最高法院,為4月在香港開審的藝人淫照案件,在溫哥華作供。 終極醫生Edison就雖然穿著整齊的西裝,但很難掩著她的潮水,明顯受到很多壓力而銷售不少。 庭相比口供的Edison全程的態度都很誠懇,雖然一度要求法官不要提及她和想中女性的親密關係, 但辯方律師不停逼她,Edison最終開口確認了想中四位女性名字,包括張柏芝、鍾欣彤、陳文煥和顏詠詩。 據知辯方已向法庭申請傳召這四位女性在4月香港出庭作供,申請正在研究當中。 整件事我已經消化了,所以可以這樣說出來,很簡單,Edison要告電腦公司偷虧, 所以她就迫要出庭,她就說自己,因為人生的危險就不回到香港, 迫著將她落口供那一部分轉到加拿大,落了口供她, 然後4月就回到香港審,中間說到她連6個東亞同事,連保鏢和人住, 她差不多要花30萬,就是由東亞代資的那條數, 而中間她很多次要求法庭或辯方律師, 現在退告,迫方律師就不要說她和這些人的關係, 因為那些女性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 所以她這樣要求,但是迫方律師完全沒有理會她, 還要她把中英文全名大聲地讀出來, 即是說現在裡面有誰, 還有最重要的是,她說裡面有一千張照片, 現在洩露出來的不夠三分之一, 但她說其他全部都是祝福類似的東西, 裡面說得很細節,她已經很小心, 要小心到那部電腦是有密碼的, 她拿去弄之前已經是洗完所有的照片, 怎知道她不知道可以回復, 她不知道可以回復, 而且那個電腦是永遠都隨身的, 她說也沒有給任何人看, 這個只有她知道, 她沒有給任何人看, 現在不會承認了, 即是做公理都當是真的, 現在不會承認了, 但這件事可以說的是, 我當時是跟記者朋友聊天, 他們跟我說, 我人生裡面, 當娛樂記者, 遇到一宗這樣的事情, 已經是人生無憾, 即是香港開放以來, 香港是有娛樂雜誌以來, 這宗接近是最厲害的事情, 而這宗事情, 你想想, 去到現在上庭, 都仍然是兩個封面, 大家仍然是關心的, 當然啊, 因為那件事真的牽涉太廣, 太厲害了, 還有那些相片太難忘了, 你說她是不是瘦了一點, 是小一點的, 很瘦, 潮水, 其實我不覺得她很潮水, 可能玩到脫水而已, 很難說的, 可能在加拿大搞得很厲害, 真的搞不拍, 真的搞不拍, 沒有這麼壞, 只是說笑而已, 但anyway, 其實我跟人的尺度有點不同, 其實我挺包容, 我覺得Edison現在大家都應該放過她, 我也說, 我覺得全部人都應該放過她, 應該回來的, 應該做一下事, 我覺得OK的, 不用她躲起來, 而且我覺得, 我是她, 我會勇於回來作證, 我不會在加拿大作證, 可能真的是人生安全的, 沒有的, 我說給你聽, 不是的, 我聽說她都是收一些恐嚇的, 你不要管真還是假, 或者幾個單, 可能一兩單, 但都夠你害怕, 我剛才說, 香港法治之區, 以她這種公眾人物, 怎麼下手, 開玩笑而已, 香港的警察很厲害, 報警, 真的沒有人敢動她, 那她何必呢, 回到來又要勞私動眾, 我覺得如果她面對她自己人生, 我想遲些先啦, 或者再遲些先啦, 應該看看, Kate Whistler, 拼命戰羊, 米奇樂基, 米奇樂基有點像這樣, 衰了, 做artist, 然後再站起來, 再拍一部這些, 荔枝片, 可以站起來的, 那就行啦, 我想都最好等我的案件, 搞定了先啦, 要不然你下下又上庭, 又做一些負面新聞, 其實對她都沒有好處的, 聲吐, 是的, 第二本, 抓到的, 就是快舟, 她說因為嬌想復出, 剛剛又開庭, 好邪喔, 其實整個法律程序是怎樣, 真的要照這些女星去作供, 出庭作供, 是嗎? 辯方一定是, 辯方一定是, 將這件事搞大她, 等你不敢作供, 譬如有一部分不敢作供, 疑點是歸於被告, 當然希望是這樣的, 辯方就, 所以你看她, 她要求那些事, 辯方不理你的, 因為她其實, 偷竊罪來的, 但也不想留案底, 弄電路那個人, 一定跟你打到底的, 但問題是, 那些女星是不會作供的, 應該, 好, 愛明又說一下快舟這段, 欲召案, 逼女星公堂, 爆姓史, 阿嬌復出, 幾經波折, 終於克服欲召後遺症, 宣佈在下個月正式再戰娛樂圈, 正在拍廣告電影, 已經華緊進漲一千萬, 成功脫貧, 正當各界期待阿嬌復出之仔, 卻爆出這個, 裸命震慶風波, 據消息指, 將於四月開審的欲召案, 辯方已經入稟要求, 涉案的女主角出庭作證, 如果若法官批准, 涉案有關的阿嬌和其他女星, 將無可避免在法庭上談及欲召的內情, 性史隨時大公開, 眼見危機一觸即發, 盛傳英枉症研究, 是否可以押後阿嬌復出的日期, 避免與這些案件撞到正? 但對於可能押後復出這件事, 阿嬌經理人Many就說, 現階段沒有這樣的計劃, 廣告下個月就會出門, 不過說真的, 前途是小, 其實說前途, 我想是說錢, 最慘就是要再想起這些慘痛往事, 令本來已經準備就緒的阿嬌, 情緒再跌到谷底, 你覺得怎樣? 他真的沒什麼運行, 其實如果陳冠希不告電腦公司的人, 其實整件事都算是告一段落, 但其實什麼時候知道呢? 其實是多久之前已經知道, 4月香港會審這案件? 我想那時候事情爆發, 沒多久陳冠希已經告那邊出牌, 其實英王他們應該都會知道, 他們應該會知道, 接下來這案件會出的, 為什麼他安排在年頭, 現在要阿嬌復出呢? 但我想阿嬌復出真的不行, 你香港人真的很羨慌, 你一年不撲頭, 兩年之後復出, 當新人這樣做的了, 真的, 我想是... 但是他本身這個安排都撞到正一正的, 真的, 3月復出, 除非他有一個計劃, 是拿到同情, 嗯, 即是再就這件事, 其實你要拿回一個同情分, 你覺得他出庭會拿到同情分, 還是不出庭會拿到同情分? 出庭會拿到同情分, 我覺得, 一哥覺得呢?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